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叫惊吓 一个叫环形阵列 其实你们画过草头都肯定都知道是什么 只是说从一个二位变成三位而已 那就这样子 那先讲这个环形阵列吧 可以吧 那top view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画一个 这样子一个圆形 对吧 画个圆形 圆形以后吧 然后我们把它拉伸一下吧 可以吧 拉伸一下 对 拉伸了以后 我们这这次我想画一些不一样一点的东西啊 就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white view white view以后是这样 呃 我想画一个这样吧 画一个圆柱好了 那就结构线这里 这样 对 这个反正就是跟这一条线 然后这个角度跟着这里 20度对 那20度一好像一不太够这也要二吧 然后然后呢画这根线以后我们这样子呃就这样画一个实体线 那实体线我们给他一些关系吧relationship对吧呃只需要给他这个第一条线第二条线我们下这个对就是那个反正提提醒一个东西嘛 然后这两条线我们给他一个panel对平行这个是panel也是一个平行 哦这个好像已经平行因为这两条可以那这时候这个我们给他一个一吧这样子一个一啊一肯定不够了因为你看已经被盖住了那就1.5吧 1.5 然后这两条哎等一下啊这两条我需要他们是一个平行的粗度对那就可能1.5应该没问题吧呃就是一个相等再平行啊可以应该1.5也不太够 1.7吧这多点哈这可以好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旋转功能顺便复习一下上一节的东西可以吧没有问题吧 ok你看到了那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啊对悬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就是自动旋转的一个减法啊 这次就这样子一个东西已经完成了 呃对那剪完以后吧我们就随便换换完以后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东西就是先做我们的一个环境阵列吧可以吧 环境阵列呃我们先选一下这个这个啊反正就阵列环境阵列你们都懂的那这时候这个是我们的环境阵列环境阵列以后5 三百六十度那我们的中心的话是在一个打环境图啊啊我们还需要设定一个我们的一个费我们还是要用一个东西 bd sketch b sketch的话我们只需要说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直线就可以了哎 哎然后就是哪里看 bd sketch就不需要说在哪个基础面反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xyz你看到完全垂直的反正就是现在就抓那个捕捉点就可以了就这样子很简单啊反正你看现在整根参考走出来了你看整根就是垂直了那这样子 我们就好呢你看bd sketch就这样子用的那基本上就像这种情况我我我我我像环形但是又不能用基础面吗这种情况我用哪个基础面他都没办法旋转能懂吧啊 然后选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feature face我们选择我们选择这个然后选择我们中心啊中心的话我们选择他啊你看到懂了吧bd sketch那这时候可能就我要30个 再40个30个不能够40个吧45好吧还行 那你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环境阵列了呃对呃然后呢现在下来我们再从那环境阵列你们能懂了吧就这样子也是一样选一个中心轴选一个物体那镜像东西他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面也可以是一个就是说实体加减的一个工具的也就是一个功能能懂吧好那个再下来以后我们需要画到一个东西就是叫做我们再画一个圆形吧可以吧 这一次我就我随便画吧这一次我就随便画吧可以吧呃这样子然后就这样 呃不好意思哎画错了哎这样 嗯 这个好这这两个对我要他是20会不会太长了20可以没问题那就行20以后呢我就画完以后我就把它剪掉吧可以吧 剪了以后我这次我只要呃剪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它进这样子一个这个一个剪法第二个功能镜像镜像的话反正就这样子选了这个然后feature的mira我们选择了这个呃我feature 没有我们选择这个对然后feature的话我们选择这个white对你看他就自动对上我通常用基础面啊然后你看他就自动剪好了就很简单对吧就非常简单反正就是呃你选好一个基础面直接把它进向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些实体的某一个实体的面也可以 但既然环形阵列既然弄一个vd sketch这样子一条线去剪了剪它啊那基本上就这样子最后两个功能非常简单啊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或者也可以叫我微信好的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啊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